外劳拖欠疑医医疗费由于没有综合数据系统,无法列入黑名单。 据卫生部消息透露,大量的外籍人士,尤其是非法外劳,涉嫌拖欠医疗费高达11令吉。 这个惊人数字包括生产费,急诊治疗门针检查和药品。 他们在政府诊所及医院就医后,会以各种不同的理由来推唐,甚至在接受治疗后直接失踪,导致卫生部需要承担这些损失。 截至2023年底,外籍人士欠款已经累积到11令吉。 尽管这些外籍人士在求诊时有登记并缴纳押金,他们最终会为了拒绝支付,可能超出他们预算的医药费而选择消失不见。 他们最常给予的理由是没有钱,承诺稍后再付款。 据了解,这些外籍人士来自38个国家,包括亚洲和欧美等地。 由于缺乏有效记录和追踪系统,加上政府态度宽容,使得外籍人士能轻易拖欠医疗费。 移民局和卫生部之间缺乏综合数据系统,难以将拖欠医疗费用的外籍人士列入黑名单。 虽然卫生部已警告逃犯将受到追击,但是基于人道权利和同情下,政府诊所和医院依然会为他们提供治疗。